我們來看到有媒體爆料說 國民黨立委內部群組在得知 外交部要提告許巧欣的時候 真的是群情激憤 群起激憤 不僅是形成共事說 接下來禮拜一 外交國防委員會要對外交部 發動質詢車輪戰 通通跟拼下去 更是點名了立委吳宗憲 來献策由其他欄尾 來逼提告的外交部 劇狀給檢察官表達外交部希望此案不起訴 好 這件事情呢 怎麼樣 為什麼可以說你又是提告了 又是希望不起訴 怎麼回事呢 沒咬在哪裡 我們來看到了立委吳宗憲就說了 告訴乃論的案件當中 被告要求告訴人撤稿 非告訴乃論案件中 被告要求告訴人 劇狀向檢察官表示不追究 就在司法實務當中是常態啦 所以決定權就在誰身上 告訴人身上 告訴人是誰 現在就是外交部 既然外交部長吳宗憲覺得提告後很痛苦 那就應該要表示說 那就不要告下去了嘛 對不對 你都自己這麼說了 不然呢 這個 謝榮介就比喻說 根本就是鱷魚的眼淚嘛 好 到底是鱷魚的眼淚 還是真的你自己也難受 好 我們就看看你接下來的實際行動是如何吧 好 我們也看到了這個立委洪夢凱呢 也說了 沒有針對特別委員會來發動 國民黨委員都是秉持著專業去問政的啦 那麼呢 劉永平也說了 這個藍營基層一向是最棄國民黨各顧各的啦 但是他們在許曉心這件事情 算是整個團結起來凝聚在一起 看到藍尾一起湧上前護衛 這個是好事情啊 所以藍營的基層呢 其實是很振奮的 那現在呢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吳釗燮的態度 外交部又是什麼樣的立場 我們來看到了 神父熊就分析了 他說這個案子剛發生的時候啊 吳釗燮先講的是什麼 他先講的是造謠耶 造謠什麼意思 造謠就是沒有這件事情嘛 沒有這回事嘛 沒有這件事嘛 那既然你沒有這件事情 那就沒有泄密問題啦 怎麼會後來扭頭就說泄密呢 那你說泄密就代表是 有這件事情被泄露出去 造謠是根本不存在這件事情 那到底是有這件事情還是沒有這件事情啊 大家都被搞得混亂了 而且呢 按照這個法律的條文 表面來看的話呢 也許是泄密 但是呢 神父熊就認為說 許曉昕這個罪不會成立啦 他說因為第一點 行政部門堂堂外交部去告一個在野黨立委 這個全世界啊 你別說台灣 台灣前所未聞啊 全世界都很少見 內閣局跟總統制都很少見這樣的情況 更何況呢 許曉昕所謂 你覺得他泄的密 真的是那麼嚴重的密嗎 真的是什麼重大的國防國安有關的機密嗎 可不是 所以呢 這個前禮委郭正亮也特別講到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啊 這個只是公務機密 又不是國家機密 因為沒有國家這樣做的 人家去查韓國援助烏克蘭的紀錄 人家每一筆都是公開透明 條條列列把它寫清楚的 為什麼我們台灣不敢列出來呢 外交部又是為什麼不把它合為 這是屬於機密的公文 反而呢 是用公務機密 他覺得這個看起來就不是那麼尋常囉 那麼現在呢 因為剛剛講到說 接下來禮拜一嘛 馬上明天 在立法院呢 外交國防大概就會來巡起車輪戰 發動質詢了 所以說呢 現在包含是剛剛講到李永平認為說 藍營是非常振奮的 就是說徐曉星被打呢 這個國民黨看起來真的是要一起打群架 一起要出手了啦 覺得這種被告呢 非但沒有說 好像你把柄被人抓到了 我告訴你 藍的支持者很興奮啊 因為他們怎麼講呢 他們認為說 我看你們國民黨最嚴重的問題 我每一次這麼長時間來 我最看不過去的就是你們永遠不團結 有一個人被打呢 所有人袖手旁觀 沒錯 大家在那邊涼涼的 好像你們家的事情 他說你們都不像民進黨一樣 誰呢 稍微被打一下 被罵一下 一團人湧上來呢 把他護到底 他說這一次 他們在徐曉星的事情上 看到藍尾每個人不同的專業 不同的能量 不同的角度呢 護衛他 這是好事情啊 這好事情啊 你民進黨酸一兩項幹嘛 給他酸 對不對 大家又不是沒有跟打塔利班作戰的經驗 大家又不是知道 民進黨愛戴風向 戴什麼風向 那我跟你說 真的 我們選過這麼多次 我們藍得支持個 聰明著的 眼睛雪亮著 他最看重的就是你國民黨能不能團結 國民黨這一次徐曉星的事情 真的拜託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特別你們年輕一輩 絕不可以袖手旁觀 絕不可以在旁邊認為說 那是徐曉星領導的事情 現在大家黨團聲援他 這個就是國民黨團結的開始 就是一些所謂中間淺藍的人 過去對國民黨失望呢 他可以重回國民黨的關鍵 這個我一定要補充 國民黨立委 徐曉星被爆出 在2021年的時候買下金華城附近的一間中古屋 被質疑說是不是為了準備都更 那麼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有時會就說了 徐曉星就講因為大廈太貴了 很多大廈每瓶破百萬買不起 然後電梯大廈公設高 他覺得還年輕爬得起樓梯 然後徐曉星看了老舊公寓呢 覺得坪數很實在就把省下的錢 拿去做裡面的裝潢 他也說了如果徐曉星是為了都更賺錢 就不會把房子裡面弄得那麼溫馨 那麼溫暖對不對 那個錢不就是多花的嗎 這樣說就太反常了 好 當然呢 這個徐曉星目前呢 因為他指揮外交部的援助烏克蘭密件當中 採購流程有問題 被外交部以洩密罪來提告 同黨議員呂家凱呢 先去呼籲徐曉星趕快認錯 然後又火速改口道歉 在節目上澄清說 我覺得我是有幫徐曉星 好 對此呢臉書粉砖 鄭克爽發文大酸說 李家凱過去自己承認沒有幫徐曉星 發現會影響到自己2026的選票之後 馬上說我有幫他 鄭克爽怒皮說 李家凱髒完話 看到風向不對 自己還會轉彎 會假裝沒有這件事情 好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態度呢 把夾彎 讓大家可能都覺得看了 不是那麼覺得說 這個是應該千千君子要有的樣子 立法委員葉元智就說了 最近有很多親綠媒體名嘴說呢 徐曉星有傳訊息 威脅呂家凱 根據他本人看過的這個簡訊內容 他說他可以證明這些說法 跟事實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徐曉星的訊息 從頭到尾 根本就沒有語帶威脅 他是傳簡訊跟某一個人講說 以後大家就要互相了 如果你對我的案子有不了解的話 我可以跟你說明 罵我也可以 但是不要用嘲諷 他怎麼會彪康呢 其實本來是傳訊息 然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就是對方拿去到處講 到處講後來就被其他 我就直接講 就呂家凱到處跟他們那綠營的名罪講 說徐曉星強行來威脅我 他的想法是威脅 所以所有綠營的名嘴都說 徐曉星傳訊息威脅呂家凱 對 因為我們後來聽到一些風聲說 徐曉星好像好像在罵他嗎 如果呂家凱 你對這件事情有意見的話 你自己站出來 站出來好好講 是你到處講 綠營的名嘴 綠營的名帶 全部都在講說 你收到徐曉星威脅的訊息 你自己把它講清楚 你身為國民黨的黨員 國民黨的公職人員 在這種講這種話 有沒有良心 到底徐曉星怎麼跟你講 你要不要公開那個訊息 徐曉星 其實徐曉星有把他的訊息給我看 因為我們都在立法院 常常在一起 我有看 其實根本不是綠名嘴講的 什麼 他們後來才講到說 徐曉星去嗆 呂家凱說 受到的中 根本沒有好不好 我看從頭到尾 我根本都沒有看到這四個字 那學員呂家凱昨天是有出來的 他說他自始至終都是有必 說是有必案 這個徐曉星說的都是事實 所以才會讓外交不這麼緊張 最近幾天的新聞其實都是標題殺人 標題可能會讓很多人來誤解 所以他有特別提到 這可能是被下標給害了 可是為什麼會討論這個議題 是因為陽明哥 其實畢竟大家都還是希望 國民黨就像剛剛我們的 永平姐講的 常常被質疑就是不夠團結 所以在這個時刻 很多人就在喊話說 真的不要再歲月盡好了 如果我是徐曉星 如果我是徐曉星 我就派我的助理去他的議員選區 去選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不錯啦 就是這樣 你可以到國民黨當秘書長 你真的是非常有選舉佈局概念 你今天要修理我是不是 好啊來啊 來啊 你的靠山是誰 侯友宜是不是 來啊 我派一個人過去跟你這個單挑 我覺得大家做人不要做到這樣 大家都同黨同志 徐曉星 我覺得他最不對的 他不是什麼有沒有幫徐曉星 是他把徐曉星傳給他訊息 去到處講 而且是用扭曲的方式講 變成好幾個名代 什麼簡書培啦 什麼很多的名嘴都講說 哎呀 哎呀那個呂家愷 這個講兩句就會收到 徐曉星的恐嚇簡訊啦 都是綠營的收到 對啊 去看到的 全部都綠營在講啊 他們說啊 就是一個中午的節目喔 然後呢 呂家愷就收到 剛講完就收到簡訊了啦 綠營的都在幫呂家愷講話 所以你們不覺得有問題嗎 搞錯重點了吧 我說呂家愷不是誤解 不是標題殺人 是你的人品有問題 是你的人品有問題 今天徐曉星傳給你 跟你說這些東西 你表面上都回 啊我知道我知道 結果出來跑去到處跟旁邊的 跟民進黨的立委說 跟議員說 我們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你是不是搞錯方向了 你是不是應該先問問 徐曉星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其實很簡單 像比如說別的人 你今天要賺這個通告費 沒有問題啊 他沒有公職身份 他不是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什麼黨職啊 那個就是一般的這個 他就言論致富嘛 言責致富嘛 你是國民黨 參選新北市的議員 現在選上是國民黨籍的議員 你去這樣子欺負自己人 那一段什麼轉換跑道轉換跑道 那個是你自己親口講出來的 就是那個當今天主持人講說 這個徐曉星可能要去土城了 然後他那邊轉換跑道轉換跑道 我說這樣子這樣的話 適合在一個對同黨同志 用這樣的言論嘛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吧 你可以說什麼 你可以說這個我們都尊重司法 大家去想一想 林志堅他被我們講他論文抄襲的時候 民進黨有哪一個民代 跳出來說林志堅可以去土城找尖的 沒有吧 有哪一個說林志堅是論文抄襲 就算今天林志堅真的抄襲了 讓他們臉上無關 但是他們還是硬拗得很愉快啊 硬拗得很愉快啊 我覺得這個叫基本的 叫做政治的忠誠 你應該要做到 你不是為了那三千塊五千塊六千塊的通告費 去背叛自己的政黨的同志吧 我覺得這個才是根本的問題 這是人品的問題啊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推薦多佛 參賽者組合 早上 不精神 既然這破壞了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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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勞 浩二 有 好